你应该还记得2018年受困泰国睡美人洞穴 足足18天 奇迹获救的12名少年足球队员 获救的少年队长 今年17岁的彭帖 日前在英格兰一家医院实施 家人昨天在泰国为他举办葬礼 家属教练和昔日的队友都出席了 17岁的彭帖 当年获救之后 2022年领了足球奖学金到英国留学 没想到日前不幸在当地一家医院实施 虽然院方没有公布少年的死因 但是英国警方却表明死因没有任何疑点 彭帖就读的寄宿学校校长和同学 都对他的理事感到震惊和难过 当年泰国野猪足球队一名教练 带着12名球员到泰国青来睡美人洞穴探险 因为突发暴雨 受困洞穴内的事件 引起了全球关注 各国派出了1000多名救援人员 联合搜救了 花了18天的时间 将13个人全部安全救出来 我说明天哪 我多了吗 我看你 对我 真的吗 我看你